好 我们回到课堂上来 不好意思 刚刚忘了插电 上一堂课呢 我们 花了一些时间 解释这个原始般若 中的一切法 但名无实 这样的一个意义 好 那大家要记得 这个一切都是无实 它不只是只是名称 它的重点是无有实性 那这个名呢 只是用来 批语这个无实的一个 的一个批语而已 要来解释 没有实性这样的一个 的意义 所使用的批语 所以这个假名无实 或是但名一切法 但有名字为名 你 千万不要跟接下来要讲的 三甲中的名甲 把它等同 等同大家就麻烦了 记得 唯明不是明甲 一切但有名字为名呢 它如果 如果 跟三甲这一个体系来对应的话 它包含三甲 它包含三甲 虽然它所 使用的这一个名 这一个语词呢 跟这个名甲的这一个语词 是 是一样的 或是有一致性的 但是呢 它这个唯明的名 它包含的意义更广 它包含所有的种种的诗色 这一因代缘的存在 这是唯明的这一个 的这个名 它所要 传达的意义 还有它所要包含的 的这个法的一个层面 好 那一切都唯明 当然 无实的话 它包含有为无为 按照波尔经的一个教学 有为无为 都如幻如画 都不可得 那一切 这应该是有包含到 所谓的无为法 那波尔经的教学 它有很大的一个 程度上的意义呢 是针对不派佛教 的这一种 依依法有它的一种 这个法体这样的一个教学 好 我们接着来看 中本波尔 好 导师说 原始波尔的人法不可得 一切但有名字 但有名字 那在中本波尔 一般称之为大品中 这边导致说一般称之为大品 其实大品它有特殊的指色 大品 它一般它是 特子这一部 摩河波尔的波罗蜜金 是 旧摩洛斯翻译的 一般它有一个特特特殊的指色 那这个是 摩河波尔这个 旧摩洛斯所译的 它的长度根据 大智度论的一个描述 大智度论就是注释 这一个版本 洛斯 它手上 有这一个 经 还有论 这个论 刚好就是注释 这一个版本的 摩河波罗蜜金 它是22000寿 22000寿 好 那 那这样的大品呢 在导师 在分波罗的这一种教学部类 有原始下本 中本上本 这个摩河波罗蜜金 22000寿 它是属于中本波罗的 这一个系统 所以这一个呢 它是指一种系统 系统就是说 一类的波罗金 那这个是指特定的波罗金 所以中本它是指一类 中本波罗有好几个 有大 波罗蜜金 600会里面的 第二会 第三会 放光波罗 光蘸波罗 都是属于中本波罗 的这一个系统 好 那在 摩河波罗蜜金呢 有了对于这一个 一切但有名字 有进一步的说明 一切是 和和故有 所以这个名呢 就是和和 所 做这一个形成的一种存在 是法集名字 亦不生不灭 但以名字故说 是名字 亦不在内 亦不在外 亦不在中间 这不生不灭 应该相当于前面说的 没有一个实体 的这样的一个法 升起跟灭去 或者是这前面所说的 来跟去 所以 这一个法跟名字 并没有一个实体的一个东西 生起或是灭去 但以名字 所以 但以名字故说 好 然后再来 老师 又 又引了一段文 这边文 说到 菩萨摩尔萨行波尔波罗蜜 就是在这个修学波尔波罗蜜 实践波尔波罗蜜的时候 要学三个内涵 明假失色 受假失色 法假失色 在这边假失色 它是一个语词 假失色 在这边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 这一个 明假失色 受假失色 法假失色的 就是波罗蜜 待会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归纳 如是应当 需要学着这三个 明假 受假 法假 一切唯有假名 名字 也只是假名 在波罗蜜 中一切都是不可得的 但是呢 从世纪一切法 去通达 假名不可得 也不能不知道 世俗 假名层次 的层次性多样性 所以立三甲 也就是原始般若 他 只是说 一切为假 为失色 就是 一切 都是 假名不可得 这样会让人家 有一些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些困惑 就有些人会觉得说 就像名字一样 就会误解 就像名 就跟名字 是一样的 那这个就 就会慢慢 可能会 更严重 就是 就是龟毛吐角 根本无始 只是 强加安利的 的一种 名称 那这个其实是 断灭剑 就是否定 一种 如幻的 因缘有 因缘有 它是如幻有 它是 可以被肯定 一种相对的 一种 一种 存在的一个形态 但是它没有一个实体 没有一个实体 所以 无自性有 缘其有 这个 这个是 般若正观 你连缘其有 都去 否定它 就世俗的层面 而否定的话 这个是 断灭 跟伯罗金 就圣意来说 一切法 不可施舍 这个意义 是不一样的 伯罗金 是就圣意来说 世俗 还是有一种 法则的 因果法则 有条不问的 果从因生 世代里程 有一空 这个是 缘起的三个层次 这在 佛法概论里面 有说到了 所以这一些种种 所以大家要 要特别留意 不要说 伯罗金这样讲 都没有 反正因果都没有 就敢乱 做不行的 伯罗金是在讲 体物诸法 实相的那样的一个境界的一种描述 他不是在描述我们这样的一个世俗的一个层次 描述世俗的层次就是 一切都是 因代元的 无有实性的 但是因果婉然的 因果必然的 所以 大家 要对这个 波尔经的教学 或是中论的教学 要有一个正确的掌握 要不然 这种疗异的 这个教导 一旦误解之后 会更麻烦 断灭剑 就更麻烦 什么都敢做 反正都没有了 什么都敢做 做得比谁都还 还狠 这个是 很错误 很不正确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学波尔政观 更 肯定一切法的这一种 秩序 一因代元的这样的一个秩序 因为 波尔政观就是要达到一切的这一种 烦扰的窒息 这种烦扰窒息绝对不会去伤害别人 这个烦扰更严重 所以 这一种 波尔政经应该要跟这一种 戒定会是相应的 而不是说 这一种 我行我恕 然后理经叛道 波尔经说没有 你们还执着 错 波尔经跟我们理解的是 这一些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导师这边说明为什么 波尔这个中本波尔或是 波尔波尔波尔 波尔波尔命经要再提出三甲 因为一切法 这一个甲名不可得 它有点太笼统 可是有点会误会 所以要让他知道 其实这里面有不同的层次 有三种 甲的层次 好 再来 再次关于大事读论对三甲的解说 一大事读论三甲试色就是三波罗涅体 甲试色就是波罗涅体 那波罗涅体呢 就是甲名 这边的甲名 我这边用另外一个符号 来表示了 亦为 亦为 诗色啦 假诗色 或者是 诗色 为什么这边的甲名要特别用 用不同的颜色呢 主要这边给大家说明 就是说 宗论不是 亦为 是 假名 对不对 这边的假名呢 它是两个字 它是 不怕 大亚 好 我们这边暂时用复合词来表示了 prudge 那波罗涅体 所以这边的假名 它其实是 两个 两个范语词合在一起的 名 这个prudge 就是波罗涅体 波罗涅体 这个好像 颜色太 太近 有 另外一个 这个是宗论里面的译为 是假名 那三假中 三假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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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假诗色 假诗色 它其实只是 波罗涅体 这一个字而已 所以有时候 在汉译佛典 它在翻译 有些语词 它很 很不同意 很不一致 所以 这边的三假诗色 这边的三假诗色 比如说 这个明 假 诗色 这一个诗色 它这个假诗色 就是这个波罗涅体 所以它这个语诗色 所以它这个语诗的使用 在这边有一些 不同意义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 所以假名 或是假 如果在波罗涅体 它就是波罗涅体 但如果在宗论里面的假 明的假 它是 他是一个一代的意思 那真正的明 它是 那这个明假诗色 它是 好像是 nama sankheta prajnaty 就是这个nama nama就是名字 名字 所以它的明假诗词 然后受假诗色 然后受假诗色 然后罚假诗色 这个受假诗色呢 在波罗涅体的范本 现存的这个 相当于中本波罗涅体 比如说二万五千 或者是一万八 一万八十残卷 它刚好这一部分 它就缺了 还有这一种 在应该在Gilgit那边 应该是在Gilgit 就是在 Gilgit应该是在 Afghanistan 跟那一个印度边界附近 在那边所挖到的这个波罗涅体 就是范本的波罗涅体 有找到这一个对应的 找到对应的 这个达尔玛 但是受假诗色呢 就没有找到这个范语 对应的一个 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边我们用一个 问号 就是说 它前面是什么波罗涅体 这个在范本 目前没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对应 所以汉译本有明假受假 反正是范本呢 导师后面会讲 它有很多不同的语词 跟受假诗是不一致的 那在范本 应该是比较偏 教授 教授 教授这样的一个语词 所以意为是假名的假名呢 它其实是两个字合起来的 那它是 它这个名其实就是 这边的波罗涅体 就是假诗色了 总之就是这边要让大家知道 范语这个 波罗涅体 在汉译 它有 不太一致的一些翻译 所以大家在 在看到这些语词 所以要注意 它是在波罗涅体的一个脉络呢 就是这个假诗色 假名 是在波罗涅体的脉络 还是在中论的一个脉络 那在里面 它的这个假 对应的字不太一样 它意义会不会差很大 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差别 这边只是让大家能够 留意 能够留意 所以 所以意为 假 假名 假诗色 意为 假或是假名 假诗色 好 这三类 假诗色 导师说 大事的论有 有两次的 说明 二副次 就是有两个 说明 他这边举的是出说 那五重等法是法波罗涅体 五重因缘合合固为众生 诸骨合合固为头骨 如根经枝叶合固名为树 是名寿波罗涅体 这个寿就是 寿是这个 寿是说有这个取 摄取的意思 把这些东西把它摄取起来 就成为一个合合的一个法 那这样合合的法叫做 受波罗涅体 用试名字 取二法相 就是 这个曲就是认识了 英文的这个曲 grasp跟tank 他也有认识的意思 很强 这个曲应该就是一种认识 就是用这名字来认识 法跟受 这这二种 说是二种 所以所有法 受失色 视为名字 波罗涅体 就是用这个名称来认识 这两类不同的 法的一种 形式 好 那下面导师有解说 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 一论所说 法波罗涅体就是法甲 它是运处借一一法 如色 生等一一为成 这是色法 那贪嗔等一的心心所 这是心心所法 那在 阿比达摩的这个教学当中 这些都是识有法 有法体的 但是呢 波罗涅体说 这一些都是 识色的 假有的 无识的 所以这个法甲 有一点在针对 阿比达摩的教学 阿比达摩说法是 石油的 但是 波罗涅体说法是 假识色的 法也是一种假的识色 在波罗涅体就称之为 法甲识色 就是阿比达摩认为是 石油的这一些法呢 波罗涅体 用一个名称来 波罗涅体的一个 的一个教学 就认为他 都是假识色 是一种 以法最小单元的一种 假识色 他也是 因代元的 再来受假 如五蕴和何为众生 众骨和何为头骨 之业等何为数 这就是复合物 受假就是复合物 种种的这一种 一部分所组成的一个 合合的 复合的 怎样 像人就是一种受假 人是由五蕴所组成的吗 五蕴和何为众生 那导师接着要说明 那这个受假的受是 是 这范语是哪一个词呢 那导师从他的经验 他 比如说我们有 五曲韵 对不对 在 纠摩罗斯在翻五曲韵 他都翻成 五寿阴 韵翻成阴 曲翻成寿 所以这个寿导师 认为 他跟这个曲 乌帕达那相当 这个很合理的一个推测 那其实在 佛典意为曲或是寿的呢 还有这个乌帕达亚 所以也很难说是 是哪一种 但是导师在这边 他先提出一种可能性 他这个可能性 他确实有可能了 有可能 只是我们 范本没有对应的 所以我们不晓得 他用的是哪一个字 所以导师说 受波罗涅体很 他说可能是 乌帕达亚 扎吉尼扎提 那在 这一个 这个是 以前 讲义留下来的一个角度 那 这边是 我们这个人在加进去的 就是说 对于 到底是 乌帕达亚 扎吉尼扎提 或是 乌帕达那 扎吉尼扎提 在 福元会训 65期 有对这一个语词 提出 探讨 那其实 乌帕达亚 应该是 乌帕达那 这边写错了 这边是 乌帕达那 并非完全 这边要改正 这边 应该正确的 应该是这样子 给大家做一个更正 就是说在福元会训 第65期 有谈到 这个大家拿 这边 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这边 这个字要改过来 就是 乌帕达那 扎吉尼扎提 并非完全 不可能 在过去 空之探究的 讲义 有留下 这一个 暗语 但是 在福元会训 有对这个字在做 探讨 跟解析 也就是说 到底谁为家 很难讲 因为两个都有可能 所以 这一个 有错 大家自己改一下 这一个 应该要像这样的 乌帕达那 扎吉尼扎提 并非完全 不可能 也是有可能的 好 所以 到 先 大概 说明一下 好 那受假 或者是取假 什么意思呢 他说 不能解说为 新的 摄取 而是 依然 众缘 所以这个 取 或是受 就是依然 依然的意思 假 就是施舍 就是众缘 何何 所以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我们 做一个 拆解的话 就是 依然 就是 这边 所说的 对不起 依然 就是 受 或是取 那 所谓的 假 就是众缘 所以这个 施舍 它就带有 这一种 所谓的 众缘 何何 假 就是众缘 何何 按照导师的 解说 那导师是根据 大师杜伦 的这个 文的提示 所以 他的 这个 假 就是三假 里面 这个假 它是众缘 何何 的 依然 众缘 何 何 那 这是受假 这一部分的 一个 的一个 理解方式 或是 依然 众缘 因为 受就是依然 然后 何何 是一种 才是 假的 一个 何何 才是 假的 一个意义 假 失色 就是 何何 那 这个 受 因为它 要有 受词 这个受词 就是众缘 在 这个 遇词的 失色当中 就没 办法 表达 出来 那如果 完整 表达 就是 依然 众缘 和 何何 的一个 存在 所以 这个假 还有一种 何何 好 那 明假 呢 是 称 说 法 与 受的 名字 所以 这个 法 假 呢 明假 呢 它不包含 这一种 龟毛 兔脚 这样的一种 名称的 事实 因为龟毛 兔脚 它是 不存在的 它是 虚拟 的 对不对 那是 对于 有这一种 因缘 合合 而存在 这样的 法 给予一个 名称的 案例 所以 明假 主要是 针对 这个 法 跟 这个 兽 这两种 事实 所 案例的 一种 名称 这个 兽 我们用 用 这个 跟上面 一样 所以 称说 法甲 跟 受甲 这种 法的 一种 法跟 受 的一种 失色的 这样的 法 的一个 名称 案例 所以 名字是 世俗 共许的 假 失色 所以 它是 世俗 共许的 假 失色 所以 大家不会有 什么 争议 就是说 在我们 这个 地方 称 这个是什么 大家 基本上 都可以认同 这样的一个 情况 好 那 导师 在 说 说明完 这个 布尔经的 三甲 他先提示 三甲是 针对一切 但名 这个教学 在开展的 然后 对于这样的 这个 三甲 的名称 导师 第二段 就提出 大致都论 怎么解释 那 第三段 导师 要说什么呢 这些名字 它的一个 来源 意识 来源 是如何 这是 再来 第三段 要说的 就是说 波尔经 为什么会 失色 这几种 假 它的 这一种 失色的 这一些 项目呢 的 这个 意识 来源 或是 有没有 什么 参考 就是 大皮菩萨论 的 导师 认为 跟这一段 的 这个教学 是有关 就受到 这些 教学的 一个 刺激 或是 启发 但是提出来 跟它的 这个 意义呢 就 还是有一些 不完全一致 好 那导师 先说明 三甲在 各个 译本当中 就有 不一致了 那这书里面是ABCDEF 那这边我们把它的这个代表的这个经文放上去放上去 那这边其中有一部有一个是上本波罗就是BJ一个 其他都是中本中本波罗 所以明甲 受甲 法甲是摩合波罗 波罗密 那六百卷的大波罗经的初会 初分 它就只有明甲 法甲 教授甲 那第二分呢 它是明甲 法甲 方便甲 那放光波罗就是明甲 就是明 自法 合法 权法 权比较相当于方便 权巧方便 所以没有一个跟明甲受甲法甲完全一致的 要么就缺受甲 要么就缺明甲 看起来按照导师的 或者是这一个光占波罗 因缘合会而甲虚 甲虚就是甲失色 那看起来因缘合会比较是受甲的这个情况 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三甲 就只有明甲跟法甲 就是在波罗经 它有不太一致的教学 所以波罗经的传承可能有好几个 那导师他比较一意的是 纠摩罗史的这个系统 因为他有大致度论 有大致度论的解释 有一些意义呢 它比较好确定 有一些可能就不是很好分辨 所以导师是觉得 旧摩罗史这个版本 一个他最早 不是最早 就是他是早期的 比这个旧摩罗史还早的 应该有放光跟光战 放光光战 都是在旧摩罗史之前就有了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记忆中应该是这样子 再去查证一下 导师说呢 要理解波罗经的三甲 可以跟阿比达摩的有做比对 因为有就是实在的嘛 是实在的 但是波罗经他把这些 一认为是实在的法 他认为这是施舍 甲施舍的 所以这些项目跟阿比达摩 有的这种存在的这种分类 或者是所谓的有 的一种分类是有关联的 那这个有呢 不一定都是实有 有些是假有的 有实有假 但是他是从有来说 那波罗经是从施舍 假来说有三个层次 那阿比达摩是从存在的一个角度 来分有不同的类别 或者层次 那猪有呢 有二种 食物有 施舍有 施舍有就是一种 比较是概念的 施舍有 就是男女 他就是一种 因为这个男没有一个实体 有的是这个孕 才有实体 没有一种叫做男的实体 他就是和和的 他会变的 每一个所谓的男 他又有种种 不一样的一个形态 他没有一种可以稳定的一种特质 就是施舍也就是一种复合的 好 有说五种 明有 这明有就是一种 随便说的一个名称 比如说龟毛兔角这些 空花慢 第二个食有一切法 各注自行 这个跟食物有 比较一致 加油 为这个 平衣车 这个加油就是跟 这个施舍有 比较一致 第四个合合有 这也跟施舍有相当 相带有此比 好 那再来就是二有五有 各种假的比较了 好 导师这边说 阿米达姆论是立食物法 与施舍有 这是第二种的一种分类 这是根本分类 所以 这样的分类呢 跟这个F本 F本是这一个 这个法是实体法嘛 那再就是明甲 导师说可以 可以跟这样的一种 就是F本的二种假 相合 就是说就指二类法 但是二类法 就是都是施舍的 或者说在阿比达姆就二类法的一种 所谓的 存在 好 再来 今说我 今天说我 我 过去未来诸佛 梦境古想 都说 如是 明甲 不生不灭 唯有等想失色言说 所以二甲中的明甲 与阿比达摩的二种有中的失色有相当 也就是F本 也就是所谓的明甲 它已经不单单只是在三甲当中的名称 这个明甲它还包含了这一种草木这些 那这些已经是一种聚合物也包含了 所以导师这边就是要论证 为什么波尔经会有一个系统 立二甲 那跟阿比达摩有一个 其中对于诸法的分类有二种 是可以相呼应的 就是针对这种这两种存在 那他也立这两种失色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对应 波尔经立三甲 法甲当然与食物有 食有相当 再来 乌中有中的甲有合合有 是失色有的再分类 与波尔经的瘦甲相当 这乌中甲就是再看一下 甲有跟合合有 这两个跟受甲相当 也就是三跟四 甲有合合有 甲有合合有 是失色有的再分类 失色有是二种有的 的类别 就是说 本来有食有跟失色有 那乌有就是失色有 再做一个多的分类 那就会 他再再案例一些新的 那就会变成乌中有 所以甲有合合有 与波尔经的瘦甲相当 那明有呢 阿比达默所举的例子呢 就是龟毛兔角的 在世俗中也是甲说的一类 可以含射在明甲中 那导师这边特别强调 三甲中的明甲 它的重点是在称乎 是真的在我们生活经验中 大家都可以经验到 这些事物 我们给他案例名称的这些名字 不是那一种 有些人他 他眼睛有病才会看到空花嘛 对不对 或是就是错乱的时候才会看到一些 所谓的假世俗的这一些现象 所以那个龟毛兔角当然也可以 含射若要以三甲来含射一切法或是无有的话 他可以含射在明甲当中 但是呢 三甲中的明甲它的重点 是对于这种 相对 比较是 大家能够经验到这些存在之法 我们给他的一个名称 明甲是针对这些法 给的名字 法与寿的名字 好 再来导师特别提到 别例方便甲等的意义 就是 明甲受甲法真的是 这个纠魔罗斯的版本 很特别 特别是受甲还有些版本也是 但是明甲受甲法甲 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呢 就只有纠魔罗斯是这样 其他要不然就是缺明甲 要不然就是缺受甲 我们再看一遍这一个表 这个表呢 有些缺乏甲 有些缺乏甲 所以都不依而主 就是明甲受甲法 就是纠魔罗斯这一个版本 是这样的一个教学 好 那导致说 波尔经的三甲 有的不利受甲 那不利受甲就是包含在 这个明甲当中 这个就如这一个前面所说了 明甲 这个受甲 这个我头颈的 它算是受甲的一部分 如是明为 如是明为 唯有等响是色言说 这明甲 导致自己要是根据这一段话说了 不利受甲 但是它是含色在明甲当中 所以有的不利受甲 然后呢 别利方便甲 教授甲 全法等 所以导致这边用了一个破折 这应该是导师书里面的 也就是方便甲 它的意涵就是教授 施涉的一些教学的方便 所以方便甲 就是教授甲全法等 那我们看一下导师 这边的表格的 对应 教授甲方便甲全法等 它是相对应的 好 再来 所以有些它不利受甲 它利什么 方便甲 那它就是 不同的语词就是教授甲 全法等等 那是什么意义呢 导致说 这个它的意义是说呢 佛为弟子教导 教授佛的这个智慧 佛所提悟到的真理 然后说法 为弟子们说法 都是方便善巧的施涩 就是真正体悟到的内容 是没把说的 但是呢 但是不说佛弟子又不能明白 所以还是要方便善巧的施涩 所以还是要方便善巧的施涩 引领这个佛弟子能够依着去体悟到跟佛一样的这一种诸法实相的体正 所以教授说法都是方便善巧的施涩 那这样的一种理解 导师也举了法运族论的这一个引经的内容来所谓的正成 那法运族论引经说 如是缘起法柱法界 一切如来自然通达等觉 自然通达等觉 宣说施涩建立分别开示 令其闲良 那什么意思 就是如来说法是本着自觉自正 然后以方便施涩明相为众生宣说开示 所以佛的这一个体悟的境界呢 其实没办法真正的用语言文字来完整的 或是精确的来传达 虽然没办法完整或是精确的传达 但是呢它可以作为一个桥梁 让这一个学习者呢 可以依着这一些施涩的教导开示呢 来体悟到跟佛一样的这一种境界 所以这些教导就像那个手指嘛 我们经常说依手指月嘛 对不对 手指不是月亮 但是依着手指我们可以看到月亮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所以大家不要去太执着于文字 这个字面意 那也不要轻忽文字 它所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 般若的一种启发 或是起这种能够引导我们误入 证悟这个诸法实相这样的一种方便 或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功能等等 所以不要执着于 佛这样说就是什么什么的意思 那那个只是我们的一种理解 佛真的是这个意思嘛 大家不要太坚持啦 那通常我们有一些不太明白 我们去看导师怎么说 然后去思考 道理在哪里 不是说导师说什么 我们照单全收 导师他所说的 我们也要了解他的道理在哪里 那这个是佛教导我们 就是要如理思维嘛 对不对 然后要依意不依意 那导师他这样讲 他道理在什么 道理在哪里 那我们去思维之后 然后去了解一个概略的一个道理 我们再进一步通过这一种 初步的了解去实践 去验证 慢慢慢慢的去 去怎么样 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个道理 诶 导师这样讲 到底有没有他的一个正确性 那导师这样的理解 到底是不是可以在修行上 能够得到验证 这是我们在学习佛法 要有一个态度 我们不是在学很多知识 要不然只是这样子的话 佛法就只是一门学问而已 那这个已经失去佛教导这这么多的一个教法的一个真正的意义了 所以我们学习之后要记得 就是要反观自身 反观自信 去清静我们的身心 去排除种种的烦恼 那这样子才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要不然大家学一对 都一直在跟人家吵架 说人家不对 指责别人 错误等等 那这个就可能失去了 佛法应该是要利益我们自己能够去净化身心的一个重要意义 好 再来 所以佛是本着自觉自证 但他这样自觉自证 他的这个说明的是一种方便失色的 他可能针对不同人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导 所以他就不要太坚持了 好 再来 佛的教法一切都是方便失色 这本是阿含经以来的一贯见解 这边导师就举这个第一空经 第一空经说 孰数法者持有故彼有 持起故彼其 缘起的吉与灭 这就是说孰数法就是持有故彼有 持起故彼其等 这个等就是后面应该还有持无故彼无持灭故彼灭 所以这个孰数数法 孰数法就是缘起的吉与灭 好 所说的孰数数法呢 顺正理论在引这一部第一空经呢 他的这个翻译呢 这个是玄奘大师的翻译 玄奘大师翻成法甲 那这个法甲的这一个语词呢 这个刚好有 有范本 什么范本 就是导师这边虽然说是顺正理论 那他其实是这个 据色论就有引这一部第一空经 不太清楚导师为什么没有引 据色论 那一种可能就是这边在谈 波尔经的这些教学 跟有部 他是有的这一些 有的教学是有密切的关联性 那因为据色论 他的部派属性已经不属于所有些有部了 那顺正理论他才是 比较是所谓的正统 所以是有部 有些又说他是新 所以是有部了 他基本上他是比较是一种 有部这一个系统 不管他是所谓的新或是旧 他就是属于有部的系统 但是据色论他已经不再属于是有部的 他也是综合的 他有经部的 他有经部的也有有部的 所以可能导师这边 隐顺正理论的原因可能在这边 其实这一个 数数法这个第一空经的 这个引用在据色论就有 据色论有范本 所以据色论的这一个范本呢 里面他所对应到这个法甲 法甲的这一个 这语词呢 这语词呢 范本语词 等一下对不起 法甲 法甲就是 是达尔玛 达尔玛 三桂 达玛 三桂 所以这个甲 他所对应到的这一个范语词 跟之前的这个波罗涅题 就就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 但是呢 在 慧逊的这一个应该也是 第六十五期了 那边有做一些讨论 就是说虽然这两个语词 这两个语词 看起来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可以是同意语 他可以是同意语 同意语大家听得懂 可以是同意语 就是说他说 虽然所使用的这个语词 他有所不同 那他有可能 他可以是同意语 就是Praginalty跟Sanketa 他可以是有 意识相通的 这一个可能性 那因为波尔经在有些地方 他这个法甲 受甲等等 他就不用Praginalty 他用Sanketa 就关于这个 假释舍的这一个语词 在范本的十万诵当中 他就不一定一律同意都用Praginalty 他有时候 他会用Sanketa 所以看起来这两个语词 他是可以混着用的 看起来是一种同意语 他可以替换的 可以相互替换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法甲呢 他是 Dama Sanketa 那这个Sanketa 也可以是 Praginalty的一个同意语 好 再来阿比达摩论者 虽知缘起一切法教 是方便施舍的 而对于文具所表全的法义 总分为石油跟甲油 石油跟甲油 那这个是 这是关于这一段 关于Praginalty 立三甲的这样的 这一段的综合的一个说明 所以阿比达摩 他也有许多教学的 意义内涵呢 跟Praginalty的三甲的教学 有一些重叠的 或是相通的 或是类似的 但是整套呢 还是不太一样 还是不太一样 Praginalty一切都是 石油没有一个石油的 那但是呢 阿比达摩 他的这一个教学当中 有一些 虽然有些是假油 但是还是有些是石油 Praginalty是全部都是假油 假石色 他这个假石色不是说不存在 是说他都是因缘和合的 都是因缘和合的 没有一个石体的 因缘和合而无有石体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那再来第三段 就是导致很简短 就是说 那这三甲 他其实也是一个观型的次第 就是先了解 名字 名师社 他其实是不可得的 比如说有人骂我们 对不对 那你把那个声音拆开来 那就没有那个意义了 他其实 让我们不舒服 那一种实体是不存在的 大概是这样子 他再受波罗涅体 你说 他这个人 比如说这一个很讨厌 但是他明天又变得 不是那么讨厌 他是没有实性 他会变的 他因为语言 或是这个身心都会变化 所以他也没有 那最难就是这个法 因为一般我们会执着 最小单元那个法是石油 那波罗金说 这个最小单元这个法 以色法来说 他也是因缘和合的 而无有实体的 所以能够破除这个 对于法的这一种 维系的这一些 石油的一些 错误的认识之后 就能够呢 到诸法实相中 那这个就是 这一个三甲的一个次第 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刚好到了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那我们明天 要继续来说明就是 到底这三甲当中 哪一个呢 是中论甲民所 主要的 这个甲民 这个语词 或是甲民这个教学 最主要的意义 是哪一个甲 那这个是 接下来要讨论的了 好那这个就明天再 再再说 那最后我们回下 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功成佛道 皆功成佛道 我真的愿以自己 适合 你可以